现在我先读一下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 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 双方在平等和相互真正的基础之上 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协议的文本包括续言、知识产权、技术展览、 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 双边评估和终端解决、最终条款共九个章节 与此同时三方还达成了一致 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 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中方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处理两国经贸关系必须成大局出发 达成经贸协议 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将在经贸、投资、金融市场等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效应 本协议整体上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以及自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协议相关内容的落实将有助于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改善营商环境 扩大市场准入 更好的维护 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 在中国的合法利益 也将有利于保护中方企业 在对美经贸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 中方企业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 和市场化、商业化的原则 增加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口 优质、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这有助于胜硬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本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 加强经贸领域的合作 有效管控和解决经贸领域的分歧 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在当前 全球经济 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 本协议也有利于 增强全球的市场信心 稳定市场预期 为正常的经贸投资活动 创造良好的环境 那么三方约定 下一步 三方将各自完成 法律审核 翻译 校对 等必要的程序 而且三方将尽快的完成 这些必要的程序 并就正式签署协议的具体安排 进行协商 协议签署之后 希望三方能够遵守协议的约定 努力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的相关内容 多助有利于三边经贸关系发展 和全球经济 金融稳定的市场 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